去过澳门旅游的人大都有一个感受 随处可见浦文标注的路牌 街道名 报章 电视电台 也有浦语 浦文也是澳门除了中文以外的另一官方语言 近日 中英社记者在澳门采访了多位政商界与教育界人士 他们认为独特的浦语优势令澳门成为中国与浦语系国家交流的重要桥梁 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办公室顾问林小白介绍 澳门正抓住机遇建设双语人才培训基地 不仅培养中国学生学习浦语 也在积极吸引浦语系国家学生来澳学好中文 近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课程方面 整体的学生人数从2014到2015学年的919人 提高到2017到2018有1349人 增幅达到46.8% 与此同时呢 我们也积极吸引这个浦语系国家学生来澳学习汉语 比如2018年我们的澳门大学成立的孔子学院 不只高等教育方面 回归以后 澳门特区政府还通过基础教育 并借助社会力量等方式积极推广浦语 澳门特区政府高等教育局副局长曾冠雄介绍 2018年举办的中国与浦语国家高校校长论坛上 8个浦语系国家 以及中国内地与香港的100多名代表齐聚澳门 沟通了解和探讨中浦商语的培训工作 建立了一个机会 也建立了一个我们中浦双语人才培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 网上的一个平台 把我们所有的各个国 就是浦语国家 各国家以及我们内地香港等等一些教育的体制 都放在那个平台里头 让我们内地有一个内地的高等院校 有一个很好的途径 跟我们内地 跟我们浦语国家的一个高校进行一些交往 创立于2003年的 中国浦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 则成为中浦双语人才的实训基地 论坛常设秘书处辅助办公室主任 莫远迪介绍 从2004年开始 也有2000多名中浦双语人才 参与到志愿者的工作中 他们也参加 安排参加不同的大型活动 有中浦论坛部长级会议 常设秘书处每年的例会 还有就是国际基础设施的高峰论坛 阿门国际贸易投资展览会 以及中国浦语国家的文化咒 此外澳门的各大商会 也在中国与浦语系国家交流中 扮演重要角色 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 马尤里介绍 商会定期组织澳门中小企业 前往浦语系国家学习 也会向浦语系国家的朋友们 介绍中国的情况 澳门的地位是非常独特的 以前商会北区西方的 浦语系国家的领导 总统总理来都是我们 中华总商会跟他接待 同时介绍中国的情况 给他们听的 现在更加密切了 跟这个葡萄牙 跟这个武语系国家的 发展也非常好 如今利用浦语优势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平台 最勇日益突出 国际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 随着中国的飞速发展 澳门作为中卜平台 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更多精彩尽在 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全都变습니다 国际影响力也在这里 最好的 公司 村子 百诘